如何目测,如何走针,陈老师没有细说,只是用一行行细密的针法告诉我们,这就是看家的本事。 一千多年前,泉州凭借便利的海外贸易成为与杭州、北京齐名的丝绸产地。 这里出产的刺铜段,风靡近五十个国家和地区,是当时的全球销量爆款。 历史上经常迎翻过,胎过,也经常用这种来作为那个镇头。 一本白涂泰油记曾记载,刺铜段因制造技术先进,受到海内外客商的欢迎。 日本皇家的仓库叫郑昌宴,它里面双鸟对坐,双凤对坐就是我们这种。